好了,今集我們就介紹一個養顏性品 是什麼呢? 燕窩 燕窩如果要大家洗又煮又煮,就真的有些是 當然,外面坊間也有很多人即食燕窩 不過我這次就看到一個挺有趣的產品,是燕窩精華 這個來自馬來西亞 好像滴雞精一樣的原理 將燕窩的精華摧取而成,集合了一支小小支 它的份子相對來說更小,令人體更容易吸收 大家知道燕窩有養顏的作用之外 其實也會有潤肺,以及可以改善失憶 忘記了東西 預防老人痴癌、失憶症等作用 我知道很多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孕婦朋友 都會服用這些燕窩精華 幫助胎兒的腦部發育 我們不如試一試,乾杯 乾杯 嘗嘗味道 我也是第一次接觸和朋友介紹的 不知道什麼味道 乾杯 甜甜的,很美味 清潤的,有點像燉蜜糖 最好吸引 如何吸收也讓 Bi- eğlen Talkbass 好像說是比一般的燕窩,吸收也有10倍 好 可以問談談 可能會不會馬上 插發帶整方式 我看 German 我看了她的介紹,她說3個月才採取一次的燕窩 不會破壞原生生態 有注重環境這方面的東西 包裝很漂亮 很漂亮,很有思義 這個一盒有8支 上限兩層 沒錯,一盒8支 每個星期可以服用一至兩次 有養顏、美白、抗老化功效 亦適合忙得來又貪美的女士 阿菊你介紹了內服 我介紹一下外敷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全面膜的走運 這款眼窩有你剛才喝眼窩的好處 用另一個形式敷在臉上 能夠達到增加骨膠原的增身 令我們皮膚彈一點,保濕一點 亦都抗氧化 最重要是抗氧化 這個產地好像是泰國的 泰國的護膚品都挺有名的 我見到他們 有時候去泰國的時候 都會買一些美白產品 真的是 泰國美白的產品很好 因為泰國人都會美白 會呀 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 泰國美白的產品很出名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因為我有時候去的時候 我都會有留意 我認識這個品牌 自己都親身試過 我們外敷內服都齊備了 希望你們多個選擇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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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